秦刚突然爆起发开战警告 美中或因台湾爆发军事冲突 1月28日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星期四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罕见的警告说 如果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怂恿下继续走正式独立的路 美中这两个大国将会卷入一场军事冲突 秦刚是在他的大使官邸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对一采访时讲这番话的 这也是他去年7月接替崔天凯就任中国驻美大使以来首次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 秦刚把台湾问题形容为美中关系的火药桶 他说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怂恿下正在努力走向独立的道路 所以中国不会承诺放弃非和平的统一手段 因为这是一种威慑 但他也强调中国政府仍致力于和平统一 他说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 我们是同胞 我们最不愿做的就是骨肉相残 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NPR的报道说 这是中国向美国和台湾发出的一个少有的直接声明 中国过去比较惯用的说法是指责美国在玩火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咨询公司Strategy Risks创办人石宇表示 秦刚的这一说法应该引起美国的警惕 他发推文说 我们需要谈论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 我们正处于中国驻美国大使威胁要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阶段 但这在美国几乎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华盛顿知名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怡的推文说 秦刚也重申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与拜登视频通话时 在台湾问题上的一段表述 即两岸人民是同胞 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普英诸周武 在推特上谴责秦刚的言论 美国支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台湾 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继续霸凌我们和我们的盟友 距离北京冬奥会只剩一个星期 威胁正是另一个理由 为什么冬奥会应该转移到其他地方 普银珠在其推文中说 普银珠也发表声明表示 他在众议院最新出台的大型投资抗中法案中提出修正案 呼吁恢复美台双边外交关系 这种持续的敌意 是为什么我在美国竞争法中提出修正案 要求美国恢复与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的外交关系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 并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 在NPR报道的推文下 不少美国网民也对秦刚的最新表态提出意见 威胁你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个很糟糕的策略 中国已经在经济上主导了整个地区 没必要这样挥刀武剑 就在乌克兰局势升级的时刻 有点意思 现在该轮到美国警告中国 要为台湾问题面临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除了台湾议题 秦刚也为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进行辩护 秦刚称 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说法都是谎言 他说 实际情况是 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幸福生活 他们享有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种所谓的种族灭绝或强迫劳动 这些都是本世纪的大谎言 根本就没有什么种族灭绝 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对待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包括联合国人权官员和专家在内的国际人士 也指责中国当局以打击极端主义和反恐的名义 在新疆将一百万以上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 关押到再教育营 进行中共的宣传洗脑 以及文化 宗教和种族灭绝 秦刚把再教育营称为职业学校 他承认 进入到那里的维吾尔人是因为他们有不当思想 他说 还有一些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 应该被关进监狱 秦刚表示 拜登政府对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进行的外交抵制 加剧了美中的紧张关系 北京最近在冬奥会的问题上 向华盛顿发起了一轮外交攻势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月27日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特别提到冬奥会 他说 当务之急是美国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 但秦刚也强调 中国包括领导层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读美国书 中国仍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们一定不能搞坏 时刻新闻播报 先把务内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